第一 今天是剛才有一個十歲 十五年 過這個地零手廟 下課時 走在路面 鄉鄉這個手廟的修改 作成他的真正手燒充 接下來可能要做這個十分 十歲的抽出 轉到分析 可能是電磁的問題 在那幾天有這麼多青年 在這個持戶專文站 看到這麼多人 早來都有過地零手廟 在現在說團社博士義花 這就燒充充 手機的整個都稍微操作變形 事情發生在新北市土砂庫 上個三十 有一個十歲十五年 要去補習班 走到半路 掛在手的錶就連自己收起來 醫生憑哥料理說 共產要失陪 不會怕這個 感覺不會發生在我身上 爸媽跟同學都在用 所以我就跟著買了 看到朋友有在用 然後還蠻推薦的 我就想說也一起試用看看 方便測量自己的冰凍數據 用關鍵理所存 在零手錶行吃醉 整個十萬塊 稍微幾千塊就可以買到 就怕說三片有好有壞 萬月出一碗會造成燒燙燙 現在是小鳳教提醒說 如果發生一碗 有幾部自己請求 可以降給傷害 一定要進行衝脫 耗 改送 降低皮膚的熱度 減少總占 萬一身上不小心著火時 切記 停 躺 滾 便宜有更便宜 貴有更貴的 那也沒有說你真的買幾萬塊的手錶 它就不會有問題 買由大廠牌為主 那合法銷售產品 那第一個是品質相對比較保障 然後你真的出事的時候 你要找人求償 也不要有這樣子 有人可以找啦 在零手錶會給自己收起來 轉到另外 問題可能是出一個電磁 所以在使用時要盡量避免 運動相關 要更適合環境 重點鹽湯沖太久 放太久 沒行也不好 要特別注意 沒辦法發生危險 記者綜合佈渡